跟著賀錦麗對現場觀眾會以手問好 明尼蘇達州州長華茲正式成為民主黨總統 副手人選 你一直想要的父親 他感覺像是一個真正的 人類的 我猜會是民主黨的州長 我猜會把我們放在藍色上 不只民主黨歡聲雷動 明尼蘇達州也拍手叫好 然而華茲黑歷史卻也在一夕之間全被棋底 彭川普會把國家搞垮 但華茲過去曾在中國教書 不只反對美中對抗 認為應該要擴大美中軍事聯繫 更有爆料指出29年前 他酒駕又超速 甚至還有停力問題 就連對手川普也在社群平台上寫下 令人震驚的選擇 盡管川普團隊樂見民主黨副手人選 不夠具有競爭力 但最新民調卻顯示 賀錦麗支持度以51%領先川普的48% 其中非白人和女性選民力挺成為關鍵 而共和黨副手人選范斯則是打鐵趁熱 立刻刨出願意與華茲辯論 然而五五波的拉鋸戰也讓拜登憂心 若最後川普又敗政 沒信心全力能夠和平交接 在新聞黃泉源報導 謝謝大家